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回到這隻Pokemon Unborn 我們繼續這個旅程 上次說到應該是我們逃出了神秘的研究所 然後劇情我都不太記得了 大概意思就是這個劇情是跟以前XY的卡洛斯地區的劇情都有一些... 相連、關連的 但我們這裡就不詳細說了 OK 而且我英文不好 所以很多時候劇情我不能夠好好翻譯 那這裡就沒什麼特別了 OK 好 那這個博士就叫我回去看這個主角的媽媽 就去到跟她說要旅行之類了 是不是你 不記得了 是不是你 喔 不是喔 這個是這個敬敵的家人 那 我的家人在哪裡 這個是不是 不是喔 誰是我的家人 這個 又不是啊 糟了 忘了在哪裡 應該是這裡吧 這個 是不是你 喔 是啊 是這裡了 終於找到了 OK 好擔心你啊 他就說 嗯 OK 那跟他聊完之後呢 他應該就可以出去了 我就可以 獲得了這個 Super Cap Super Cap Super Cap 這個應該是一些通訊軟件 通訊程式吧 沒什麼特別的了 他說什麼 OK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說 Customer Boss 這個是一些... 看一下 應該是一些什麼道具 可以改衣服啊 可以改衣服啊 對 這些外裝的系統 OK 沒什麼特別 然後呢 Mission 哇 有這個任務表看的 很高科技 跟著我們是否可以往下走 道路一應該就是我們要去的東西了 Sorry 有些雪在這裡 要弄走它 如果你想去的話 我需要... 什麼 應該是走另一條路 可以上這裡的 OK OK 那之後呢 這個精靈球是怎樣拿的 咦 啊 第一隻精靈 雪童子 那幾符合這個雪山環境的區域 好合理好合理 好合理啊 不錯啊 他這個界面 他這個好像是鋼... 鋼爪吧 對 鋼爪 所以他有這個... 加攻擊力的機會 OK 好像是 不知為什麼這個精靈球 不懂得拿啊 這個精靈球 我們不要管了 這裡有個精靈球 都是雪童子 嘩 走不了 嗯...啊 解... 解結兵效果 其實也有用的 其實也有用的 OK 這裡照撞它吧 雪童子這些 沒什麼特別的了 因為我聽說這隻遊戲呢 其實難度都十分高 所以我就... 應該會用一些勁少少 相對勁少少的精靈 免得讓大家看到我 整個卡關不是那麼好的 哈哈 這個是什麼來的 你一定是這個 他說已經跟我說過關於你的事 那... 如果你... 撞失路的話 It's just over there 他就說就是這條路 他就帶路了 這個人是 就說如果你... 迷失了方向的話 他就可以提供一些指印 指示給你 去到... 這個是中心 沒什麼特別 現在我們要去商店的 那商店在哪裏呢 在這裏 OK You Acuse me OK OK Termi...這個... Professor 拿這個包裹吧 沒什麼特別的 OK 這裡就是他的包裹 已經給了你了 之後我們要拿回去 沒什麼特別的 我們現在可以回去 這個是急凍鳥來的 是不是 我們看看 我們 OK 呃... 傳說中的兵屬性精靈 急凍鳥 對 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我們... 咦? 怎麼了 他就說你是不是已經收到那個包裹 從那個商店裡面 我是 他就說你是不是一個 相當謹慎去做這個行為 是嗎? 他就說我已經很謹慎了 已經 他就說我甚至在這個倉庫裡面 撞到一個人 好像是 撞到兩個人 好像是 OK 而據我所知 我沒有被人跟蹤 他就說 OK 做得好啊 他就說一轉頭 跟你說一些東西 當你加入我們的時候 這是什麼宗教儀式 還是什麼東西 這個人是不是我們敬敵來的 我太久沒說我忘記了他第一集那個劇情 OK 不太記得了 他就說 在做這個任務 還是什麼東西 Yes Sir OK 那個我忘記了是不是敬敵來的 就是 跟我們一起走 好像又不是這個顏色 他的頭髮 所以應該不是他 因為我都不太記得了 好啦 那我還是 照打吧 為什麼這裡只有雪童子 我們看一看是否真的只有雪童子 沒理由 這麼大的地區 不會只有雪童子 他用什麼技 其實很屈肌 天瓦靈開波 老實說 因為他不會受 咦 多多兵 因為他不會受到降能力影響 所以其實是挺強的 作為初始精靈來說是十分強勁 大家都知道 有時候 如果他中了一些叫聲 這些變化技能 攻擊力就會大減 跟一般情況下 真的差很遠 就是攻擊力 OK 我還沒拿什麼包裹 咦 我不是拿包裹了嗎 我真的被人拿走了嗎 剛才是 就是剛才是被人拿走了 還是有人假裝我 因為剛才我沒有看到商店那裡 是不是有人假裝我 然後拿走了 咦 有人假裝我拿走了包裹嗎 我猜是 如果不是沒有理由 OK 我們現在去哪裏 這裡有了 OK Use Cut 沙漠了 一字斬 好我們上去 應該要拿回我們的包裹 因為被人拿走了 這個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劇情 應該是神獸傳說的劇情 都是那些 急凍鳥 召喚急凍鳥 他就說 捕捉他 康復於我們 急凍鳥 他就說 OK 那就完成了 Time to report back 我們是時候要回報給Z 這個人 咦 你不是就是支持在實驗室那裡 這裡我們後期再看看他發生什麼事 應該都是那些劇情 你竟然走掉了 從我們的倉庫裡面 我們沒有時間談這件事 嘩他做低他 對吧 你以為自己你是誰 你以為你可以跟著我們 可以拿到好處 不要想著有這樣的妄想 這就是一些反派角色 這個 嘩 這個是什麼 OK enemy team 怎麼會有得輸 這個 嘩不是輸吧 嘩真的輸 我忘記回血 神經病 一回血就馬上輸了 不要緊要馬上打個 沒理由輸啊 這裡 雪童子 這麼多人贏得我 嘩 不是這麼多人要輸 嘩 其實他挺屈肌的 配招驚嚇給他 然後欺負著我這個巨金怪 這個鐵啞鈴 你想要那個包裹吧 你現在可以拿走了 這個包裹 真的被他拿走了 這個包裹 我剛才 咦 哎呀 這個是不是應該不跳出來 好像好一點 因為好像裡面有空 會不會馬上重複 這個位置 沒有拿到東西 沒有看得到 好啦 我們給我這個包裹 我先檢查一下 裡面有些什麼 一些新的東西 應該就是 咦 他就說不見了大師球 你有沒有拿走過任何東西 OK 你呢 找回我的包裹 從其他的友仔裡面 但裡面應該會有這個大師球 而他們應該是拿走了大師球 他就說 他們應該用來抓了急凍鳥 他就說 OK 如果正 如果是 如果這個博士沒有猜錯 他就說這個地方 將會有一個巨大的危機 他說有一個朋友住在D字頭這個鎮 他在這方面有很深厚的知識 關於這個歷史 我要你去告訴他一些情況 然後再找一些方法去解決 你可以通過那個地方穿那個洞穴 現在我們在這裡 現在我們要去這裡 嘩 這個是一個 很有這個什麼 很有這個神老的地區 OK 你看到這個Yellow X Over的陣 X的交叉的標記 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現在 沒有什麼特別 有很多東西說 好 我們可以save save save 雖然我都很少用這個save 好了 今集時間玩了這麼多 下集再繼續這個 暗邦的劇情 看看這個劇情如何 還有這個難度 是不是真的會逐漸逐漸上升呢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